俄羅斯一向成產女子亡球好手甲 斯和拿里娃是其中夠為突出的一位 他在2000年正式轉打職業賽 出到初期因為經常在球場上落淚 所以他的喊包形象很深入民心 隨著逐漸成熟的心理質素和技術 斯和拿里娃在08年的成績亦有顯著進步 除了世界排名升到上個人最高的第七位之外 亦在京澳贏取單打同界 他更加是俄羅斯在四年內三奪聯合會杯冠軍的功臣 雖然他還未嘗試晉身過大滿冠的四強 但在08年的世界女子網球年中賽就成功殺入決賽 最後雖然被雲露斯威廉茲擊敗 屈居亞軍 不過他的表現依然令人期待 JB Group網球精英賽 可以說是湧現網球彈明日之星的好地方 今年亦不例外 大會邀請了四位新星來到香港 其中一位更加是年僅15歲 大家眼前這四位球手就是今屆比賽的明日之星 他們分別有代表俄羅斯隊的彭露威 美洲隊的雲迪維基 以及代表歐洲隊 年近15歲來自葡萄牙的迪比圖 當然亦不少我們香港的代表 為亞太區隊出賽的張寧 今年這個比賽可以參加亞太區隊 跟世界各地球手比賽 你不知自己的感受是怎樣的? 很榮幸可以代表香港參加這個比賽 很多上級的選手 之前都沒有跟他們打過 希望可以用這次機會跟他們學一些東西 今次的比賽自己有什麼期望 有什麼目標? 如果是resort的話 我是控制不了 所以希望自己發揮自己最好的水平 我知道明日明日之星的比賽 對俄羅斯的彭露 你自己會怎樣應付呢? 我今年4月的時候跟他們打過 我都贏了他 希望自己可以打出練習的水平 希望你今次的比賽會有好成績 多謝你 謝謝 好 多謝 很開心在我身邊找到教育神珠姐聊聊天 珠姐你好 請問一下你呢 平時有沒有打開網球的? 讀書的時候有打 中學的時候比較留意比賽 因為自己就沒有就很少打了 那考一下你的網球知識 知不知道一個網球大概有幾重呢? 這個問題沒有研究過 給你一些提示好嗎? 我呢 我呢 五十八公斤 那一千個網球就大概等於這樣的數字 一千個 五十八克 一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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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克 但是我知道沒有人用左手打 對呀 好厲害 多謝JJ 我們繼續留意我們的NOWSport